《四大八五花》中 以气质在影视圈闻名的 是刘亦菲、刘诗诗两个人 而刘亦菲、刘诗诗又都是1987年出生 同样是37岁 而且 随着《玫瑰的故事》开播 刘亦菲、刘诗诗又有了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他们都是一书女主角 刘诗诗曾主演《刘金岁月》中的蒋南孙 《玫瑰的故事》中 刘亦菲饰演黄亦美 蒋南孙与黄亦美都是一书小说中 很经典的女主角形象 蒋南孙与黄亦美两个角色 性格鲜明 而且经历、故事也完全不同 从这两个角色 也不难看出 刘亦菲与刘诗诗两个女演员 她们在古香与气质上 还是有差别的 《玫瑰的故事》中 黄亦美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她美丽、独立、有个性 而且 黄亦美的感情也很波折 她有四段感情 庄国栋是黄亦美的初恋 不过 两个人最终却错过 黄亦美也成了庄国栋的白月光 方协文是黄亦美的学长 黄亦美与方协文有过一段婚姻 结婚后 两个人在磨合的过程中 非常不和谐 最终黄亦美选择离婚 何夕是黄亦美离婚后 遇到的一个男孩 比黄亦美小很多岁 两个人有一段姐弟恋 傅嘉明是黄亦美的灵魂伴侣 两个人有一段像死而生的爱情 《玫瑰的故事》是妥妥的 一部大女主戏 从预告来看 不同时期的黄亦美 有着不同的美 而不管是成熟的 还是青涩的 刘亦菲版的黄亦美 都让人无法挑剔 而刘亦菲之所以 能呈现出这么好的状态 胜在她的骨相美 刘亦菲是标准的鹅蛋脸 她的头骨圆润饱满 头骨又能包住脸骨 刘亦菲的这种长相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 她没有V字脸的刻薄与妖艳 但是 这种骨相极具东方美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优势也更明显 刘亦菲在影视圈 有神仙姐姐之称 她的很多作品中的角色 都让人很惊艳 包括《仙剑奇侠传》 《天龙八部》 《神雕侠侣》 《孟华路》等等 就算是去有风的地方 很多观众吐槽 刘亦菲胖了 但是 不得不说 她在剧中也是极美的 再说说刘诗诗 她是一书《刘金岁月》中的女主角 蒋南孙在一个 很严苛的家庭中长大 所以 蒋南孙是很典型的大家闺秀 这与刘诗诗自身的气质是非常契合的 干净优雅 清新脱俗 刘诗诗也是将有教养 雅致的蒋南孙一角 演绎得非常的形象 刘诗诗的气质 有一种古典美 而她之所以 踏入影视圈 也是因为她独特的气质 刘诗诗原本是芭蕾舞专业 当年 原本是陪着朋友 面试影视公司的刘诗诗 却被相中 从此 刘诗诗诗踏入了这个圈子 而且 出道多年 凭借着典雅的气质 刘诗诗也是演绎了很多观众喜欢的影视剧角色 包括《步步惊心》中的若曦 《仙剑奇侠传》中的《龙奎》 还有《大漠窑》 《醉玲珑》等剧中 刘诗诗都有很不错的表演 古装扮相的刘诗诗有古典美 而《流金岁月》虽然是一部现代戏 但是 刘诗诗的气质 还是给这部剧增添了很多的亮点 蒋南孙就应该是刘诗诗这样的 这是很多观众追剧后最深刻的体验 《玫瑰的故事》中的黄奕眉 《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 都是一书女主角中的佼佼者 而不管是刘亦菲还是刘诗诗 他们都与角色非常的贴合 刘诗诗版的蒋南孙 曾给观众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刘亦菲版的黄奕眉上线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着黄奕眉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故事吧 刘亦菲拍吻戏太郁了 被一米九二彭冠英抱着亲 这谁能顶得住 有些剧 似乎是为特定的演员量身打造的 比如《玫瑰的故事》 光是看剧情梗概和人物设定 就知道 只能是刘亦菲了 女主角出身书香世家 对艺术有着独到的审美 是周围人眼中相貌娇好 人见人爱的大美女 但凡换个人眼 都会让人觉得出戏 好在作为国家一级导演的汪俊 眼光还是很精准独到的 直接选了神仙姐姐刘亦菲 只有这样 能够称得起所有赞美的女演员 才能从一开始 就避免选角上的争议 《玫瑰的故事》 很有可能是近几年最具思想冲击 口碑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一部剧 即便是有刘亦菲坐镇 也改变不了这种必然的境况 原因无她 女主角黄一梅的人设 放在当下的国产剧中 思想和行为都是超前的 尽管她就是当下许多新时代女性的缩影 但因为太新了 很有可能让那些习惯了白莲花 傻白甜人设的观众 产生迎头一击的感觉 无论是先前的女性群像大剧 还是大女主剧 只要是塑造她们的感情线 几乎都是同一种路数 要么是一门心思的只爱一个 妥妥的纯爱战神 要么是违情所伤 开启新生活后 才开启另一段感情 没有几部剧会像玫瑰的故事一样 给女主角安排四段感情 甚至让她结了在里 爱了又抽身 失恋了 离婚了必须要死去活来 似乎才是符合道德标准的 但预告中的黄一梅 与自己的初恋男友庄国栋 因为对未来的预期不同 分手之后 黄一梅开启了一段新的感情 并且与对方结婚生子 然而 这一段感情因为有了孩子 黄一梅似乎就只能 做那个照顾家庭 为家庭牺牲的主妇 黄一梅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 开始搞事业 又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灵魂伴侣 在陪伴对方 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后 继续追逐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甚至还尝试过姐弟恋 谁说国产剧里的男主角和女主角 一辈子都只能爱一个人 现实生活中 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大部分国产剧塑造的都是理想化的完美情感 不可否认 一生一世一双人 的确是让人羡慕的 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像黄一梅一样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会投入到不同的感情之中 庄国栋把她带到法国 不问黄一梅 这是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就想将其困住 而与方邪文的这段婚姻 住在老破小的房子里不是问题 但当她做了一次指家 都要被盘问 对方自动将黄一梅 放在了家庭里 妻子和妈妈的角色上 从未问过黄一梅想要什么 矛盾就出现了 日子过得已经够憋屈了 还要过别人眼中想过的生活 黄一梅正脱开来是必然 谁会希望被掌控 被无视呢 与灵魂伴侣普家明走到一起 在世俗的眼光中完全是错误的 对方给不了她未来 也给不了她婚姻 但那又如何 黄一梅本就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 勇敢且努力活出自我的人 享受被爱与付出爱的过程 远比为看不清的未来担忧焦虑 要轻松得多 玫瑰的故事 这部剧用黄一梅这一形象 冲击的是大部分人的固有思想 但实际上 无论哪一种活法 哪一种选择 只要不是伤害他人 违背道德的 就值得被尊重 喜欢黄一梅这种全新人设的观众 自然是拍手较好 但反之 不喜欢就很容易抨击这种角色 从国产剧的角度来看 确实需要玫瑰的故事 这样一部剧 和黄一梅这样一个角色突破了 全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设定 观众们的接受度 有多高无从知晓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部剧中的几对 CP都很好看 林更新 林一 霍建华 都是大家公认的男神 能够轻松懒惑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 而彭冠英这种精英霸总范 更是让人难以抗拒 预告中 这四对CP全都配衣脸 但要说哪一对最欲最甜 必然是彭冠英和刘亦菲 彭冠英饰演的庄国栋 在剧中是黄一梅的初恋 那时候的她刚刚踏入社会 庄国栋是她在工作中遇到的合作伙伴 可想而知 像彭冠英这样 戴上金边眼镜 身穿西装 斯文败类及时感拉满 帅气有形 极具魅力的男人 谁都会被迷住吧 而当时的黄一梅 年轻貌美 单纯又浑身带着浓郁的文艺气息 把庄国栋深深地吸引了 两人的这段感情 可以说是十分热烈 再加上有初恋的buff叠加 自然是最激情的一对CP 预告中就放出了大量的吻戏 有黄一梅主动现吻的 也有蜻蜓点水亲吻脸颊的 唯一能够以压倒之事 让人觉得连黄一梅都沦陷了的 就是和彭冠英的吻戏了 有这种四下无人时抱住脖子 摁在墙上亲的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彭冠英饰演的庄国栋浓烈的战有欲 还有这种在电梯里就按耐不住的 庄国栋疯狂索吻 一手俯脖子 一手懒腰 黄一梅点起脚热烈回应 已经不只是粉色泡泡了 而是满屏的荷尔蒙气息 而像这样两人独处时 庄国栋从身后抱住黄一梅 既温柔又带着几分霸道的球吻 就能让人疯狂心动 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吻戏尺度 先前刘亦菲演国产剧 凡是跟他组CP的 很难不让人觉得是对方占便宜了 但彭冠英和刘亦菲却是势均力敌 无论谁眼泪了 观众都想上去剃一剃 你有没有被两人的吻戏 聊到脸红心跳呢